一、大成全宗师王湘斋先生名言极谨 一、于据四十年体会操存之经验 五感各项力量都有魂缘扩大 空洞无我产生而来 然魂缘空洞亦都有细微之棱角 渐渐体会方能有德 是以五感天地间之一切学术 无一不敢矛盾 同时一感无一不是圆融 然而需得打破圆融 统一矛盾 使能融会贯通 二、易锦立松 金肉空灵 毛发飞涨 立生风浪 三、成于老庄佛是无为而有为 万法皆空即为实相要在 以虚无而夺其有 一一有处而揣其无的矛盾统一中而有大成 神动的自有向外 一存妙在无念中 二、传奇人物王宗岳明言 一语不能加 迎宠不能落 人不知我 我独之人 英雄所向无敌 盖皆由此己也 三、张三丰祖师明言 一举动 周身俱要清明 由需贯通 气以鼓荡 神医内敛 无时有缺陷处 无时有凹凸处 无时有断续处 四、孙步唐先生明言 一、道本自然仪器有 空空静静最难求 得来万法皆无用 身行应当似水流 二、行无行 义无义 无义之中是真义 三、武义都是道真经 任意变化事无穷 启之物的婴儿丸 打法天下是真性 五、李小龙先生明言 以无法之计为有法 以无限之计为有限 六、峨眉全数全言 一、空空空 中中中 练到空时方式中 炫君莫学有中有 瞎子点蜡白费灯 二、达摩西来一字物 全凭心意用功夫 若想经上寻佛法 比肩粘干洞庭湖 三、身中本有巧 自己不会找 只想费其力 一声瞎胡脑 四、莫探难 莫探难 炫君从内往外练 魅力通 一身轻 天机玄妙自然声